深夜喝醉,想饭见 发了个朋友圈,七斤三两,成功卸货 一切平安,谢谢大家关心 第二天我就看到热搜上顶流前男友发的微博 喜得爱子,七斤三两,感谢大家的祝福 我看着没有发出去的这是我新简的体中几个字 陷入沉思 一,一大早,我就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我睡眼惺忪,强忍着怒气去开门 周星星,你最好有事 敢在周末早上打扰我的 除了我那沙雕闺蜜,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一打开门,我看着眼前出现的那双皮鞋 想都没想,猛地关上门 哎,我就说起懵了吧 大白天的,竟然看到了我前男友 我揉了脑袋,打算回去继续睡回龙觉 门外又响起了欺而不舍的声音 何然,开门 竟然不是做梦,我愣在原地半上 陆周如今是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 常驻热搜的顶流 他再这样闹下去,被邻居看到了 怕不是要传出什么绯闻 那我这平静的日子,算是到头了 想到这儿 我急不情愿地打开门让陆周进来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安静的空气中弥漫着尴尬 你 我和陆周同时开口又住了嘴 算了,你先说吧,我谦让了一下 陆周眼神灼热 想装作不在意 但又时刻将目光落到我的小复处 我不自在地扯了扯衣服 我知道你不欢迎我 但是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然然,能给我一个照顾你们的机会吗 话音刚落,扭动门把手的声音传来 我和陆周齐齐将目光转向身后 卧室 伤怀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打着哈欠出来 重要的是,他居然没有穿上衣 伤怀 他是谁 陆周的声音和我的声音同时响起 二 被这一下 伤怀的哈欠硬生生咽地回去 我使劲给他使眼色 他的眼神在我和陆周之间来回打量了一下 随后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下一秒 伤怀的手臂搭上我的肩 将我半搂在怀里 语气暧昧,宝贝 家里来客人啊,怎么不和我说 看我现在这样多失礼 我呵呵干笑两声 手伸在背后,拧了伤怀一把 陆周将我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双手紧握成拳 他侯姐滚动几下,尖色地问 然然,他是 你好,我叫伤怀 这房子的半个主人 至于关系 我想就不用您说了吧 伤怀语气散漫地回应道 陆周的脸色煞食变得惨白 祈求的眼神看向我 我漠不作声 瑞由伤怀在一旁胡说八道 等到陆周离开 我的手掐上伤怀的胳膊 胆子大了 什么话都敢乱说 万一被当成谣言传出去了怎么办 停,我刚刚可是帮了你 你就是这么感谢你 亲爱的弟弟的 伤怀轻声呼通 而且,我又没说错 我确实是这房子的半个主人 其他的只能怪他脑部太多 那我亲爱的弟弟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家里 还光着膀子 昨晚你吐了我一声 这里又没有我的衣服 他嘟嘟当当了一句 看我的眼神甚是哀怨 我刚起来就准备去阳台收衣服 谁知道撞见你密会前男友 什么密会前男友 我狠狠地瞪了伤怀一眼 警告他小心说话 记忆慢慢回笼 昨晚公司聚餐 我喝多了一点 后来记得是叫了伤怀来接我回家 只是没有想到会被路周撞见 还造成了误会 我忽然疑惑地皱起眉头 路周一来就表决心一般 说孩子什么的 哪里来的孩子 我怀孕了 我怎么不知道 伤怀挑了挑眉 不紧不慢地在手机上点了几下 对到我面前 想起来了吗 我 我看着朋友圈底下 一溜地祝福我喜得贵子 母子平安的评论 整个人妈了 就说 喝醉了九千万不要乱发朋友圈 不然容易射死 三 我默默地将那条朋友圈删了 结果一进公司 就发现大家今天格外地躁动 我随手拉着同事问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路周要来我们公司拍戏 同事一脸激动 掐了我手臂声唐 我心里一个咯噔 只恨着聂元 我看了看还剩得年假 琢磨着和周星星出去自驾游 刚填好请假单 脸上笑成一朵花的主管 就带着路周过来了 我垂着头就想溜 何然 你等等 主管像老父亲在婚礼交接仪式一般 将我推到了路周身边 这两天你就多带路周熟悉下公司 务必让这次拍摄任务圆满成功 等结束后 给你加奖金 主管又笑眯眯地补了一句 我想要拒绝的话 在嘴里翻滚两圈 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涂碎银几两 钱难有而已 待我参观下 路周单手插兜 语气散漫 望向我的眼神灼热 她态度自然又随意 就好像那天的事态是我的错觉 也对 路周和当红小花白衣症打得火热 人一向苛刻的粉丝 都认可了这个嫂子 而我不过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前任罢了 有什么值得她念念不忘 将心中的那些多余想法丢掉 我抿了抿唇 点头 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一边走一边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 只是今天穿的新鞋 有些磨脚 没有一会儿 我就有些走不动了 我也不知道在和谁较劲 不发一言 硬生生忍着 路周却忽然停下脚步 有些生气 怎么 不疼 我摇头 路周猛地捏住了我的下巴 另外一只手揽着我的腰 将我禁锢在她的怀里 灼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 我觉得自己快要自然了 我双手推去挣扎 心里一阵惊慌 四下还事 生怕有人看到 放开 路周却不顾我的挣扎 反而更凑近了一点 何然 疼为什么不说 难过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一听这话 我的情绪瞬间爆发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竟将路周推开了 有什么用 四 我和路周吵了一架 说吵架也不太对 她压根没有还嘴 一想到明天又要去上班 面对路周 我就心情烦躁 我在微信上 和周星星吐槽这两天的遭遇 她大手一挥 来 姐妹带你快乐 我又一次献了周星星的鬼话 等她带着我到了本市最豪华的酒吧门口 我已经开始萌声退役 怎么 还想着路周 不轻不重的一句话 让我倒退的脚步 直接迈进了酒吧 我不常来这些场所 唯一的一次 还是和周星星一起来的 就那一次 还被路周当场抓获 后来被收拾了一番 我再也不敢来了 周星星果然是懂我的 激将法一出 我没能抵挡得住 到了我才知道 有人祖局 周星星偷偷凑近我的耳边 那个帅哥看到了吗 今天的兽星 就是我和你说 我追了三个月都没追到的 他叫江旭 我待会装罪 你帮帮忙 说完 周星星瞅眨眨眼睛 我悄悄像坐在主位上的江旭看去 为点燃的香烟 姿态慵懒而冷酷 周围的人都在或多或少讨好他 但是他的眼里 却好像什么都没有 仿佛和这热闹的环境格格不入 只一眼 我就知道江旭不好惹 也难怪 周星星这种程度的大美女 这么久了都还没追到他 我端起酒杯 按探 周星星这回 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酒过三旬 有人提议玩国王游戏 我本来想走 可是周星星一个劲的朝我识眼色 为了他的追夫大忌 我只好舍命赔君子 可惜运气实在算不上好 三号抱着九号做十个下蹲 我心中忐忑 因为我是九号 而江旭不仅不慢地翻开了手中的牌 正是三号 大家一看是江旭被抽中了 瞬间欢呼起来 闹着要录视频 周星星在一旁惋惜 却还是将我推了出去 就在江旭把手放在我腰上 想将我打横抱起的时候 包厢门忽然被推开 抱歉 我来晚了 熟悉的声音让我降在原地 五 路周的目光 紧紧落在我腰间的那双手上 脸色阴沉 难看得厉害 算了 我喝酒吧 我心中坠坠 出声打破这古怪的氛围 说着就要去拿桌上的酒杯 没想到江旭挡住了我的手 眼睛却是一直看着路周 喝酒有什么好玩的 江旭 你放开他 路周急了 冲过来 将我一把带入怀里 江旭原本没有什么表情的脸 因为路周的气急败坏 突然生动起来 他微勾着嘴角 路周 看来你是真的在了 我心甘情愿 我默默地观察着 看来他们二人的关系不错 认识那么久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路周对人露出这样的态度 江旭还想说点什么 路周却不给他机会 拉着我就气冲冲地往外面走 我被路周带回了公寓 刚刚喝了不少酒 又吹了风 我的头已经开始熨熨乎乎 有些站不稳 我放任自己靠在路周身上 这一刻 我分不清是酒精的麻痹 还是自己的撕心作祟 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我突然觉得很安心 鼻子又有些泛酸 屋里的陈设摆放 和我离开时没有半分的变化 就好像我们只是出去吃顿饭 空气中只剩寂静 酒精的催发下 暧昧蔓延 路周捧着我的脸 越靠越近 就在他要亲上来的时候 我猛地侧过了脸 柔软的唇轻轻擦过脸颊 我的手指不可抑制地拳了拳 心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 扔进一颗小石子 当起一圈圈的涟漪 见到我躲开的动作 路周的眼里闪过一丝受伤 楠楠换了我的名字 冉冉 我咬了咬下唇 望着他的眼睛 路周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不要你的可怜 六 阳光从干净透明的玻璃窗 撒到被子上 我总算是睁开了眼睛 恍惚了一会儿 才回忆起 昨晚跟着路周回了家 看着上起诊的衣服 我轻不住轻舒一口气 还好 自己没有借着酒精 对路周做出什么禽兽的事情 厨房里 路周围着围裙正在忙碌着 一如无数个 我们在一起的早晨 他都是这样亲力亲为 为我准备早餐 我循着以前的习惯 去准备豆浆 心里暗暗回忆昨晚的事情 有些遗憾 我并没有想起 路周是否回答了我的问题 就昏睡过去了 不过这样也挺好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回答就是答案了 早饭吃得很安静 吃完了饭 路周顺路送我去公司 他也还有拍摄任务 我这两天手里没有什么火 更多的是 协助剧组在公司取景拍摄 不可避免的 我几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路周 认真工作的路周很有魅力 他就像是天生属于娱乐圈 就应该在荧幕上闪闪发光 这些天 我们的关系倒是缓和了不少 他会每天给我带点小零食 偶尔我们也会在一起 安安静静地吃饭 就好像两个老友 这样的状态 让我觉得心绪平和下来 很舒适 可是随着拍摄 快要接近尾声 我又开始莫名焦灼 我给周星星发消息问 真心相爱过的两个人 还能做朋友吗 不能 斩钉截铁的两个字 像一盆冷水拖向我 我瞬间清醒过来 在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 白依依来了 她和陆周是青梅竹马 也是将残忍真相 摊开在我面前的那个人 白依依给公司的职员 还有拍摄的工作人员 都带了奶茶和甜点 她最后递给我一杯奶茶 我以为你能认清楚真相 所以你还没有想明白吗 陆周对你只有愧疚 她不爱你 气 不能 她不爱你 这两句话反反复复 在我脑海中出现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知道多久才沉沉睡过去 我又见到了妈妈 那天是我生日 从早上开始 我就一直保持好心情 一向工作繁忙的妈妈 抽空出来 答应来接我放学 我们约好一起去 新开的餐厅 吃一顿好吃的 可是等我开心 冲出校门的那一刻 却见到一辆车 急迟而来 妈妈飞奔着扑向一个人 手里的蛋糕 掉落在马路上 混着鲜血 很刺眼 妈妈浑身是血 躺在马路上 我被满地的鲜血 刺得快不能呼吸 周围的尖叫声 异论声 全都被我屏蔽在外 我颤抖着双手 跪倒在地上 眼泪模糊了双眼 她看起来太脆弱了 我连轻轻触碰都不敢 妈妈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握住我的手 她努力勾了勾嘴角 一字一句 说得很慢很轻 助我的冉冉 生日快乐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突鼻而来 手术中几个字的灯光亮起 我被拦在那扇冰冷的门外 衣服上 手上都是鲜血 我麻木地坐在外面 等待 漫长地等待 等来的是一声歉意的眼神 在家里哭到晕厥 醒过来的时候 对上一双歉意的毛子 你叫然然是吧 对不起 你妈妈是为了救我才 我冷冷地看着她 心中的恨意忍不住 笔质上 我知道妈妈是在做好事 她只是循着本心 下意识地保护了一位无辜的路人 可是感性上 我恨她 我讨厌她们 讨厌任何一个 让我没了妈妈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释怀 但至少不是现在 我沉默不语 就那样冷冷地看着她 她叫温雪 她说她有一个 和我差不多的孩子 她可以收养我 把我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我拒绝了 肇事司机为她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进去了 可妈妈永远回不来了 我休息了一段时间 才继续上学 我申请了住宿 因为我没有办法 一个人待在那个空荡荡的家里 妈妈一直期望 我能考个好的大学 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 爸 妈妈离开后 我活得像一个机器人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会收到一个包裹 有的时候是零食 有的时候是衣服 东西也不算太贵重 但我想要还回去都没有途径 我知道这些都是温血安排的 她在尽力补偿我 没有办法立即还回去 我只好将收到的东西默默记在账本上 我有预感 我们以后总会见面 日子一晃而过 我过得像行尸走肉 每年生日的时候 是我最难熬的一天 后来 我终于遇到一个对我很好的人 他就是陆周 陆周闯进我的生活 将我拉出深渊 他就像月亮 我身处黑暗 他却总是在照亮我前方的路 陆周有的时候像个老父亲 各种叮嘱我 生怕我挨饿受冻 有的时候又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非要我陪他玩一些幼稚的游戏 还拉着我去游乐园 陆周长得好看 性格阳光 他享受舞台 顺利进入了娱乐圈 进了那个圈子 陆周渐渐忙碌起来 但是他得足了我安全感 在陆周的陪伴下 我的性格也渐渐开朗起来 周星星总是一脸羡慕地说 其实我运气也挺好 除了妈妈 这世界上总会有人来爱我 何然 阿姨一直希望你们快乐 周星星认真对我说 我看着镜子里神采飞扬的自己 眉梢重新染上笑意 嗯 我知道 是的 妈妈 你曾经和我说 除了你 我以后肯定会有一个 很爱自己的人代替你爱我 我想我找到了 那人就是陆周 九 我以为陆周是我的救赎 是妈妈在天上给我的祝福 直到白依依的出现 她和陆周的绯闻上热搜 陆周下一秒就打电话 来解释当时的情况 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在 是狗仔为了噱头 故意只截取了 她和白依依的片段 我相信她 陆周从来没有骗过我 热搜很快就被粉丝打假 撤了下去 白依依却找上门来 我不得不承认 白依依长得很好看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是有钱人家 交养出来的千金小姐 我和她对比 就像是丑小鸭和白天鹅的差距 白依依说话很直接 何然 我知道有的是你不能接受 但是别的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唯独陆周不能 我和陆周门当户队 还有娃娃亲 我从小就认定 自己会嫁给陆周 这也是两家人的默契 她笑了笑 也或许还不知道 陆周就是温雪温阿姨的儿子 陆周她只是因为愧疚才对你好 她不爱你 当年你妈妈 为了救温阿姨去世 你没有了妈妈 他们一家人都对你很愧疚 后来陆周回国才知道这件事 要不然陆周怎么会突然出现 还对你那么好 论家事 长相 学历 你哪里比得过我 何然 我感激你妈妈救了温阿姨 可你才是那个后来者 是你介入了我和陆周 短短的一番话 我却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神 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心脏里被塞进一块 结硬又刺骨的寒冰 又痛又冷 我张了张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白依依或许是还嫌不够 她掉出手机里的一段录音 放在我耳边 里面是白依依和陆周的声音 周周哥哥 我不相信你真的喜欢何然 小的时候 你说过最喜欢的是依依 你怎么能说变就变 没有听到陆周的回答 白依依又问 你对何然是愧疚 对吗 嗯 陆周的声音很轻 但是我听到了 长长沉默之后的那个 陆周犹豫了 我转身就走 眼泪无声滑落 我单方面切断了 和陆周的所有联系 妈妈 原来除了你 这世上再没有人爱我 陆周也不爱我 时 我流着泪从睡梦中醒来 眼睛已经肿得不能看 今天是陆周他们剧组 在我们公司拍摄的最后一天 我不想去 给主管请了几天的年假 都做好爱批评的准备了 没想到主管很轻松的 准了我的假 我有些意外 但无心思考太多 我只想逃 用最快的动作 收拾好行李箱 我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车 妈妈 这是你最喜欢的向日葵 我将在花店 经调细选的花束 放在妈妈的墓前 慢慢用手去把周围的杂草 妈妈生前最爱干净了 我掏出纸巾 擦拭被风吹雨打过的照片 眼泪又不自觉滑落 晴空万里 我就坐在旁边的草地上 慢慢和妈妈聊天 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长大 还是那个一受了委屈 就想找妈妈的冉冉 我吸了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么大了 还来妈妈面前哭鼻子 妈妈你该笑话我吧 可是 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妈妈 我不知道 要和谁说这些委屈了 表弟成绩很好 去了国外交换 星星也有自己的生活 高中也全靠他陪着我 可是我不能总是把负面情绪给他 他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我的情绪垃圾桶 妈妈 人活着 真的好累啊 我学习 考上了好的大学 最后却只能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我努力了 只是我的努力 和别人的天赋比起来 不值一提 最后不得不承认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很差劲 连恋爱都谈不好 我学着一个人生活 学着去爱别人 就像你教我的那样 还好 我还没有丧失爱一个人的能力 可是 现在好像没有了呢 妈妈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他对我很好 我打算带他来见你 可惜 他骗了我 爱情是奢侈品 我要不起 我一个人在小土坡上 晒着太阳 和妈妈说着悄悄话 直到天色要开始变暗了 才往家里赶 路上 我看到了很多蚂蚁 还差点踩到一条蛇 好在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回了家 刚到家 路周的电话就打来了 我犹豫了很久 总算是在铃声播放完之前 按下了接听键 路周的声音急切 何然 你听我说 我不知道白衣和你说了什么 但你记住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很快就处理好一切 我们到时候见面聊一聊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十一 我失眠了 路周的话营绕在我耳边 我动摇了 周星星曾说我是一个缺爱的人 他总担心 我会因为缺爱 而轻易喜欢上别人 成为一个恋爱脑 我承认 我缺爱 我真的很想有人来爱我 可施舍的爱 夹杂愧疚的爱 我也不会要 我心里装着事 久久没能入睡 就在这时 大地突然开始颤抖 吊灯剧烈摇晃 柜子上的相框 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玻璃碎了一地 地动山摇 屋外喧闹无比 此起彼伏的尖叫和求救声传来 我煞白了一张脸 捡起那张全家福 就往外面奔去 不过数十秒的时间 地震波到达 生死一线 我心有余悸地 看了眼前已经坍塌的房屋 旁边传来小声的呼救声 我想起来 那是隔壁的李叔 他腿脚不变 此时李叔的腿 被垮塌下来的顶梁压住了 还好 还来得及 将全家福贴身放好 我跑过去 帮忙搬开那根木头 不远处 村长正在清点人数和组织救人 我将李叔救出来 却在这时 又一阵地震余波到达 垮塌了一半的房屋 瞬间砸向我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李叔推了出去 后来我的世界只剩下黑暗 十二 我闻到了血腥味 土腥味 以及陈旧的木头味 我的腿完全被压住 动不了了 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 后来我的嗓子开始变得干涩 嘴唇干裂起皮 对水的渴望达到极致 我甚至想 如果这时候 谁能给我水喝 让我做什么都行 原来 大家嘴上嚷嚷着 不想活了 真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候 还是会渴望活着 我的脑海里 像走马灯一样 闪过很多很多的片段 有爸爸妈妈 商怀 有周欣欣 也有陆周 爸爸在那边等了那么久 应该是接到妈妈了 商怀申请到了心仪的学校去国外 他应该会很有出息 周欣欣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拿下僵许 还有陆周 他想和我说什么 陆周会和白衣结婚吗 白衣说的也挺对 我才是那个后来者 我才是介入别人感情的人 哼 原来 我这么差劲啊 不知道是缺水 还是不想认输 我现在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我在黑暗里待了很久 意外发现手机在不远处 好不容易够到了手机 通信被切断 完全没有信号 而且手机快没有电了 我不知道我在废墟里待了多久 我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记不清什么时候被困 眼皮也快要完全合上 身体虚弱的厉害 已经到达极限 我艰难地动了动 用扭曲的姿势 一个字一个字 在备忘录里写下最后的遗言 每写一个字 手指都疼得颤抖 给周欣欣 这辈子 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谢谢你 下辈子 我们还做好姐妹 想到远在国外求学的伤怀 我又写下一句 小表弟 我要去找我妈妈了 不要难过 要为我感到高兴 想来想去 我最后能留一言的人 竟然少得可怜 我内心拧巴 好像真的不值得被爱 姗姗简简 最后 我还是遵从本心 给陆周留了最后一句话 陆周 我想你了 十三 我获救了 我也不知道昏睡了多久 但当我重新睁开眼睛 感受到窗外洒进来的阳光时 我突然就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人在生死徘徊那一刻的感受 骗不了人 我到死都放不下陆周 我还喜欢他 我还想他 地震前 他曾说要和我解释这一切 还好 我还有机会听 不然该多遗憾 我艰难的都转了转头 看向握着我手的陆周 一向洁癖的他 竟然胡子拉叉 也不知道几天没有刮了 刘海长得有些遮眼睛 我的鼻头有些酸 不过短短的时间 却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 不知道是心疼陆周还是对我愧疚 我垂眸看了一眼陆周 轻轻朝他摇头 温雪将保温筒放下 又悄无声息离开了病房 陆周或许是真的累坏了 他趴睡在我的病床旁 一双大长腿憋屈地蜷缩着 就这样别扭的姿势 一直沉沉睡着 直到医生来查房 陆周猛地惊醒 见我醒来 他的毛子里流露出难以置信和惊喜 我费力地扯了扯嘴角 想给陆周一个安抚的笑 却失败了 陆周双手颤抖 想拥抱我 看着我身上各种管子 又生生顿住了动作 他抿着唇 眼里全是心疼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 基本上没有大碍 但是还需要再住院一段时间 我的腿被压得太久 差点没能保住 难怪 我醒来后觉得动不了 能活着已经很好了 鬼门关前走一遭 我的心态完全改变 等到医生走了 陆周才小心翼翼 将我的手贴在他的脸颊上 滚烫的眼泪滑落 我伸出手指 艰难地擦了擦他的眼泪 嗓子干涩 声音哑 你哭了 陆周抬手随意用衣袖擦干眼泪 嘴硬 没有 你看错了 我笑了笑 将目光又转向 躲在门边小声哭泣的周星星 真好 还能见到你们 真好 十四 我在医院待了挺长一段时间 若不是我开始闹脾气 陆周怕还要我继续住下去 他将我当作医碎品一样对待 生怕我下一秒 就再次从他眼前消失 我知道这次是吓坏他了 可是我不喜欢医院 我曾经在这里失去了妈妈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住院期间白衣也来看过我 我和他沉默了很久 他最后对我说了一句 对不起 就离开了 后来我再问起陆周 他的脸色不好看 沉声道 他出国了 我心里隐约有一种猜想 白衣的出国有陆周的手笔在 我还是能勉强走路 但是走多了腿会疼 陆周给我买了轮椅 我行动不便以后 也心情沮丧过 突然变得这样 任水也做不到 一下子能淡然接受 陆周每次看到我的腿 都会沉默很久 我问 你是嫌弃我了吗 不是 陆周蹲下身来 握着我的手 就是在责怪自己 为什么那么久才找到你 你以前很爱运动 今后或许都 何然 我真的很后怕 我差点失去你了 我捏捏他的手指 陆周不要钻牛角尖 那是天灾 是意外 或许 我命里有此一劫 地震前 你曾打电话说 要和我解释 现在可以说了吗 15 陆周握着我的手 声音和缓 我和白衣的所谓娃娃亲 就是大人之间的一句玩笑话 小的时候我就和他们一起 玩了一次过家家 被大人知道了 就开玩笑说 让他长大后嫁给我 那做不得数的 一直以来 我只把他当做妹妹 你不是那个后来者 你没有介入我们 我轻输一口气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还好 我没有成为那种 自己最讨厌的人 所以你把白衣送去国外了 陆周点头 嗯 做错了事 应该付出代价 这件事有我的介入 但也是他主动要求去的 我内心有些复杂 陆周的名字 再一次冲上热搜 他宣布了退圈 我还是在周星星那里 听说了这件事 他是为你退圈的吧 周星星一脸八卦 我摇头 这件事陆周没有和我商量过 我打开手机 去看那些评论 哥哥 为什么要退圈啊 我们舍不得你 底下是陆周的回复 因为有人更需要我 我的心被一句话触动 陆周回家的时候 顺便带离书向日葵 我抱着花 他将我从轮椅上 抱到他腿上 在我脖梗处 深深吸了一口 你是在吸猫吗 我轻轻捏了他的耳朵 陆周勾着嘴角 又在我身上蹭了蹭 再充电 怎么想退圈了 我其实有些可惜 我知道陆周是喜欢演戏的 人这一生 有热爱的事业 也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 我不太想让别人 为了我去牺牲什么 我会觉得背上莫名的压力 陆周不答 轻轻吻了吻我的唇角 慢慢一路往下 我的锁骨处 传来细微的刺痛 你属狗的吗 我吃痛 忍不住出声 陆周将下巴搭在我的肩上 温热的土稀 喷洒在我的脖梗处 声音浅全 因为只有一个你 没有什么会比何染更重要 你妈妈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承认当时是因为这件事 开始关注你 但是我喜欢你 无关愧疚 只是因为陆周喜欢何染 很喜欢 很喜欢 你不用奋力追赶我 我可以停下来等你 无论我走了多远 只要你需要我 我都会向你飞奔而来 我被这一番偷白震惊到 陆周在我的眼里 克制隐忍 不轻易喜行余色 他会用行动告诉我他在乎我 但是他却很少用直白的话告诉我 他喜欢我 他需要我 我知道妈妈的事 不该去怪陆周 也不该怪温阿姨 妈妈当时就温阿姨的时候 没有想太多 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 无愧于心 我想妈妈也不会希望 我一辈子因为这件事不能释怀 将自己困在原地 要快乐 这是妈妈对我的祝福 陆周已经向我走了99步 我也该给出我的回应 人心经不得试探和冷带 更何况我也喜欢陆周 我还住陆周的脖梗 吻了上去 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他 一吻闭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当时根本没有怀孕 时间根本对不上 陆周一脸艳足 我知道 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那只是我来找你的借口罢了 我 16 最近周星星有些不对劲 具体表现在 隔三差五往我这里跑 还非要赖着我一起住 我问他 他也不说 其实他不说 我也大概知道 只因为陆周的脸色越来越差 接的电话越来越频繁 那些电话都来自同一个人 姜旭 你和姜旭 我顿了顿 问得直白 你该不会是睡了姜旭就跑路了吧 眼看着家里的陆小狗 表情越来越优怨 我只好从周星星这里下手 一听到这个名字 周星星嘴里的薯片都掉了 你乱说什么 我和他不熟 还不等我再次发问 周星星抱着我的胳膊 转移话题 冉冉 我们去自驾游吧 就我们俩 你还想把我老婆拐哪里去 一道悠悠的声音 在我们身后响起 周星星顿时僵硬了一瞬 底气不足 管得这么严 一看就是没本事的男人 气宝男 我在心里 暗暗给周星星点蜡 果然爱记仇的陆周 意味深长一笑 反手拨通了电话 喂 江旭 赶紧把你的人给领回去 天天打扰我们二人世界 还想着拐跑我老婆 周星星颤抖着手指 你你你 你了半天 转头气呼呼地看着我 我无奈一笑 主要是吃醋的陆小狗 我也招架不住 江旭到得很快 在周星星企图跑路之前 他扛起人就走 谢了 下次请你们吃饭 我给了周星星 一个自求多福的表情 下一秒天旋地转 我已经被陆周打横抱起 然然 你已经七天没有和我亲热了 天天眼里心里都是周星星 我吃醋了 我无奈 星星是我好朋友 那我也吃醋 你是我一个人的 陆周亲了亲我的嘴角 抱着我往卧室走去 陆周的爱直白又热烈 昏睡过去之前 我在心里对妈妈说 妈妈 真的会有人代替你来爱我